一号晚间墙降雨导致苏花公路多处贪邦 双向交通受阻 导致不少用路人被迫受困在山中 前后动弹不得 紧销路续接获报案之后 工程单位及时调派机具进驻 但与世不断抢修非常困难 惊险度过十个钟头 一直到二号早上七点 才成功把将近百人顺利脱困 隧道口大片土石泥流 整个道路几乎全程泥泞泥片 白色自小客车冲破泥流平安脱困 车上驾驶可是受了不小惊吓 光是一号晚间 就有将近一百位民众受困苏花 四五十台的车子 还有一些摩托车骑士 人家都困在这个 何人断道 从得断最中间 电话里还原受困当下 隐约还听得出来民众的惊恐 昏暗的苏花公路 整整被困住一整晚 打给消防局 但来救援的却是公务单位 还好他那个停车场蛮广的 然后那个工程人员 大概花了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把那个从停车场那里 清理出一条小小的 大概一步 那个自用客车的 那个宽度 然后赶快就把它疏通 然后差不多七点多的时候 就通了 苏花公路北起会德隧道北口 难道从德隧道南口土石崩落 阻断交通 不止民众受困 就连公务段人员前往抢通 也跟着一同受困在里头 直到清晨与世转小 道路抢通才脱困 而更离谱的是 这百余位民众 从一号晚间九点多 受困到隔天早上七点 花莲县府以及相关单位 却是完全不知情 我们确实是没有跟受困民众联系 但我们在早上的六点五十分左右 有再次电话跟工作总局 难道断确认抢修的进度 四十二分的时候 已经抢通北口的方向 所以受困车辆都由北口方向脱困 花莲县消防局解释 当下有跟报案民众确诊 没有人员伤亡 而且消防人员也因为道路中断的关系 无法进入抢救 只能依靠公务段人员先行抢通 但这次无人伤亡 民众平安脱困 但人命关天恐怕相关单位得好好检讨 记者众后报道